我自己从去年开始接下了新竹市的这个选民服务的区域之后 其实我们在当地也建立了在地的团队 我也在当地就是蹲点做很多的选民服务跟陈勤 确实很多当地的民众对于我们党是有很高度的肯定跟期待 但是我必须要说 其实党内对于县市首长的选举还有提名相关的办法 内部都还没有任何正式的讨论还有定案 所以我不晓得说秘书长为什么自己就抛出了 这些县市首长的名单和人选 我想媒体朋友可以去问他到底是跟谁讨论过 如果说今天只是他自己觉得这些人适合 那就是他个人的想法而已 所以我想这个我们都表示尊重 那最后我再次强调我也回应过很多次 目前我们在立法院其实有相当多的工作要做 所以我目前的重心就是放在立法院的问证 还有我们在地的服务 目前没有年底选举的规划 以上